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时候我刚毕业咯 然后就觉得 嗯 跟一般人一样很迷茫 然后找不到方向 当时候我就讲到 嗯 就是不想去做一份 朝九晚五的那种上班族 然后一看这种 卫商的世界很自由 然后就做起卫商 然后做着做着 我就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了 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然后起点也不会比别人高 那只是说 我做这一行的时间 会比较久一点 所以我就比较清楚 那些卫商的一些通病 所以就比较懂得 怎么去针对这些通病 去创办这个April 22 卫商品牌 跟品牌卫商的区别呢 是在于品牌的两个字 呃 卫商品牌呢 就是先卫商 然后品牌 也就是说 他们是为了做卫商 而创办出来的一个品牌 他们很少会真正的去 关注这个产品的本质 而品牌卫商的区别呢 是在于 我们这个品牌 是需要那个口碑的累积 然后也需要核心团队的去努力 然后也需要就是市场的一些竞争力 我们很关注每一个顾客的使用体验感受 然后我们也会关心就是代理商 他们会不会压货啊这样子 所以我们更关注的就是 这个产品是不是真的有传递到消费者的手上 当时我在创办这个April 22的时候呢 我就是想到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解决 现在女生的那些皮肤的问题 然后我相信每一个爱美的人 包括我自己也好 都是希望有一款就是可以化了妆 同时又可以修复肌肤 然后不会伤害肌肤的产品 所以就有了这个玫瑰能量霜的诞生 那关于年轻人呢 是要创业好还是打工好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如果真要创业的话 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强调的内心 因为创业的路上本来就是困难重重 如果遇上一些小挫折就可以把你打败 让你一直消沉那别说创业了 即使是领着一份死工资 最后你还是会被淘汰的 那在创业路上呢 或者是人生路上影响我最深的人 那这问题呢我想了很久都没有答案 我想每个在我生命里面出现的 都多少影响了我 我的家庭让我变得独立 我的事业上遇到的问题 把我磨练的不再畏惧 伤害我的人让我看清了人心 帮过我的鼓励过我的人 让我学会了实时感恩 至今都不离不弃的 不管是我的代理还是我的另一半 都让我学会了珍惜